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新区政府来说 在抢道路 拉警戒线 配置家具 包括紧张的维修 通水通电 所有的患者 包括轻症和疑似和确诊被人 送到兰州市区去治疗 这是做我们的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观察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